國片棕破塞裡面的大飯店引發了外界討論 這到底是在哪裡取景的呢 答案原來是在台北市的台鐵華山引道 今天也首度開放給媒體進入地下三樓引到裡面去拍攝 在電影當中的變化至今仍然是保存完整 台鐵雖然是不會塗掉 不過也沒有打算要開放 不過觀眾依舊是可以透過鏡頭一起去看一看 爆紅國片棕破塞上映不到三週 票房就破譯 片中由吳念珍飾演的拱狼塞 許多人好奇 他居住的地理世界拱狼大飯店到底會處何方 答案揭曉 火車從我後方呼嘯而過 這裡不是火車站 而是台鐵的華山地下引到這邊 那麼啟用二十多年來沒有使用過 那麼也因此成為重破塞在劇中的場景 畫面右手邊的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電影當中的壁畫 神秘面山在今天正式對外亮相 引到旁畫滿整面牆的壁畫 講的都是電影裡棕破塞的故事 劇組當初花兩個禮拜才完成的作品 如今台鐵不打算塗掉 要讓它美美的繼續留在這裡 第一次遇到這種 怎麼租人有租這麼可愛的畫面 非常的新鮮 然後也驚訝 說怎麼有那麼有創意 工程人員每週來到這裡定期巡邏 原本平淡昏暗的地下引道 現在多了個壁畫 讓他們工作時耳目一新 華山引道前身是華山貨運站 當年甚至還是全國最大的貨運車站 民國75年廢戰鐵路地下化後 保留這段引道 原來是發生大事實 提供大型機具能夠進入救災 但從來沒使用過 如今環到成了時下最夯的電影場景 主要是用來我們做軌道工程部分的 施作所需要的那個 工程維修車的停放點 還有那個緊急搶修的工具運送 心難怪異 菜的好吃 二十多年來 肩負救災重任的引道 首度曝光讓人充滿好奇 但是台鐵桌安全考量 他們不會 對外開放 幽電TV零化無登利 台北報導